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伟 试运赛的喷漆你还没有放弃啊 哎呦 醒醒吧 世界都已经继续前进了 只有你一个人还停留在那一天 这个人绝对有问题 张伟 谁啊 我查过他的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以及资历 全都是假的 说不定连名字也不叫张伟 你说像这样的一个人 他混进试运赛想干吗 我更肯定的是 在校旗上面动手的人 就是他 不错不错 越来越有侦探的样子了 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假的 你上哪儿找他呀 说不定啊 这个照片是假的 哎呀 你还是赶紧放弃吧 这都过了三个多月了 新闻也变成旧闻了 现在根本没有人 关心试运赛上这个恶作剧了 拿着 跟我采访去 走 好 程程 我弄到的一个视频 你肯定有兴趣 你肯定有兴趣 Hammons 喂 借 biế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伟啊 这个视频你是从哪儿弄到的 这是我辗转拜托一个朋友 从体育馆那儿弄来的监视视频 怎么样 假设连城吧 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谢谢桂林 帮我一个大忙了 请你吃饭 休息一会儿吧 累了就喝 补生能量 谢谢 恢复得不错嘛 别人花了一年 都完成不了的复健 你可以这么快 就重新拿起健 让医师跌破眼镜啊 不加把劲 怎么和你一起 拿情侣金牌啊 我得赶紧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好 这样就能够回学校 和你们一起参加训练了 有上进心是好事 但是你千万不要太勉强自己 你每天训练量那么大 别忘了 你才刚恢复没多久 别受伤了 知道了 学校那边怎么样了 已经三个多月了 训练还是死气沉沉的 男民跟石硕 每天都绷着脸 教练每天都骂人 看来子风的消失 对大家的打击太大了 如果 如果大家的意志 继续消沉下去 那我们想要争取 亚洲一二三 基建锦标赛的席位 岂不是更难了 这个家伙 在队伍里的时候 爱惹麻烦 离开队伍的时候 还是会给人惹麻烦 让他一起饭 给他 谢谢 福费cnir 富费cnir 土用 富费cnir 土朗 富费cnir 土用 子晨 祝你生日快乐 那 那个 这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 大的是我的 这个小的是你的 剩下的 这只手是我的 这样就不会冷了 啦啦啦 子晨 子晨 你 你怎么哭了 是我做的不好 还是蛋糕你不喜欢 都不是 我是太开心了 幸好有你 幸好有你在我身边 子晨 以后只要你需要我 我就会在你身边 保护你 照顾你 好好爱你 吹 吹蜡烛了 快来 来 来 坐下来 吹 许愿先许愿 然后车啊车 许愿吧 我希望我哥 可以快点回来 我希望我以后可以不要一个人过生儿了 吃蜡烛 来 一二三 生日快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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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蛋糕 吃蛋糕啦 远哥 嗯 又坏了 嗯 你说咱能不能换一台啊 这一用它就卡执卡执卡执的 你赶紧帮我看一下 快点 你耐心点 我接着用呢 我已经巧维修师傅了 等会儿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这接着用啊 哎 你别着急嘛 听说这里有人要修复印机 对对对 来 师傅过来 师傅 这里这里这里 哎 你终于来了 你赶紧帮我看看这破机子 每次一往它就卡执卡执卡执的 简直就跟肚子疼又便秘一样 哎 哎 一个大姑娘 你别便秘的多难听啊 还有 试运赛不是让你放弃别追了吗 已经没什么新闻热点了 这是什么呀 我都跟你说了 这张伟肯定有问题 我敢肯定的是 他一定就是在校旗上喷气的凶手 这件事情啊 要是深挖下去 一定是轰动全市的大新闻 哎 好了好了 哎 对了 上周末的中超联赛的稿子 赶好了没有 我现在心思全破在这件事情上了 哪有时间管那些啊 不行 今天晚上必须把这个稿子赶好 明白吗 明天要上 哎 师傅 修好了吗 修好了 看一下吧 好 谢谢啊 谢谢师傅 来 死亡华尔兹 再线曙光队 张海音誓言夺金 张海音 谁啊 我一定会要死亡华尔兹 在游二三的级标赛上 一定会属于是王队的金牌 不管对手是孟队 还是其他的人 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我一定会用死亡华尔兹 在游二三的级标赛上 赢回属于曙光队的金牌 不管对手是孟之队 还是其他的队 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和海音接触一段时间下来 这孩子怎么样 跟你想象的一样啊 他不像了师兄 比较起来 倒是那个龙子峰比较像 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放弃海音 这是你师兄想要的结果方 我们就是太执着了 小元让我们放下来 可我们依然是放不下手啊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的执着 不会让那个张海音 学会死亡华尔兹 任教练 任教练 子峰 子峰 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 杨海音到底是谁 她为什么要在镇宇学院的 校棋上喷漆啊 是她 我早就应该考虑到的 在这个时间点上 也只有她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 她到底什么来历 跟我爸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愿 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她本名叫张海音 论关系 她还是你的表亲 表亲 恐怕你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吧 你爸爸跟你说过 关于你妈妈的事情吗 我爸只跟我说过 我妈生下我跟子晨之后 就过世了 你母亲善会 是曙光基建队的成员 二十多年前跟你的父亲相识之后 为了追随你的父亲 她放弃了曙光队的身份 秘密来到中国梦之队 可是却在生下你和子晨之后 去世了 你父亲他为了治疗子晨的心脏病 不得不答应你外公的条件 加入曙光队 当年你父亲是我们的大师兄 在我们这拨人里面 她是最有潜力拿下世界冠军的人 她只是后发先制 判断清楚对手的意图之后 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后发之人 爸 您真厉害 我之前看了那么久 在看清楚的视频 你一只眼睛 看得比我两只眼睛都清楚 我要是不厉害 怎么能生出你这么好的眼神啊 原来我爸这么厉害啊 原本你父亲 只想帮曙光队拿下一面金牌 用来偿还 曙光队教练治疗子晨的恩情 可是没想到赵振宇 最后也打进了决赛 你也许还不知道吧 你父亲和赵振宇 是比兄弟还要亲的朋友 师兄 我觉得 只要这辈子有你在 我是不可能拿到金牌的 那么想拿金牌 要不然下次我放水吧 咱们找一个重大的国际比赛 我让你拿金牌 所以你父亲决定输掉那场比赛 他让我们所有人都瞒着振宇 好让振宇 在赛场上毫无后顾之右地击败他 对不起 你的父亲 是在用放弃死亡华尔兹 在守护国家 死亡华尔兹 是为保护人生的进攻绝招 可是现在那个张海英 却想在一二三比赛上 用死亡华尔兹横扫所有国家 如果你父亲全下有志 恐怕也难安保 他学会死亡华尔兹了 都是我的错 可是现在 能阻止他的人只有你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放进几件了 要不然我选择这条路 我爸也不会死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如果命运来挑战你 就必须接受命运的挑战 子风 我希望你仔细地考虑一下 你是想选择放弃几件 一辈子背负着 汉国贼杨炎儿子的抱负 还是选择重新踏上剑道 让冷天骑 成为国民英雄冷子风的爸爸 你必须成为国手 成为国家孟之队的一员 你要替国家把荣誉拿回来 对 否则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我知道了 我会阻止他 我会让杨炎这个名字 拿回他该有的尊严 把你的学籍转到奥胜来吧 我会尽我所能 协助你成为国家队选手 成成啊 你把刚刚采访的录音传给我一份 哦 等一下 他有 把U23基建赛参赛队伍的资料 全部搜集完了 然后找出每一个队伍的新闻热点 桌面说了 下班前必须拿到 啊 金标赛上 赢回属于曙光队的金牌 不管对手是孟之队 还是其他的队 你怎么那么眼熟啊 张伟就是张海音 远哥 嗯 远哥 来来来 好 我好像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大新闻 什么 我已经闻到了大独家的味道了 来 子晨 多点吃一样 快 听话 吃点蔬菜 最近有点上火 你叫曼曼了 没有啊 来了 谁啊 胡子 小丰 夏丰 你跑哪儿去吧 何首 胡在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事 我回来就好 来 快吃饭 快吃饭 紫辰 天底下有你这样的哥哥吗 你怎么可以一生不醒了就消失呢 我 已经不在了 您难道要让我失去我唯一的哥哥吗 我恨 你这个混蛋大坏蛋 你用日你就永远不要回来啊 我恨你了 我最恨你 我讨厌你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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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紫辰 我不会再逃避了 从今以后我要为了你 为了爸爸而战斗 我只有你了 哥 我只有你了 没事了 我回来了 让你受苦了 少强 我正要找你 那个张海英是怎么回事啊 要让冷子风回到阿尔 冷子风回来了 冷子风 冷子风 你可以无视镇雨学院的所有人 但是依红是你的女朋友 你这样一声不吭的就消失 太不负责任了吧 那我应该走负责任 让我继续保持愤怒 若无其事地跟她在一起吗 你倒是提醒我了 没有什么会比这样 会让赵正宇更愤怒是不是 我不许你伤害依依 那我到底是该负责呢 还是不该负责呢 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 很不想见到我 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 要一起克服一起面对 所以现在我们又是一个团队了 一个打不过死亡华尔兹 就对我恼羞成怒的人 跟我说这些合适吗 大门就在那儿 别再比我说更难听的话 快滚 你记不得你跟我说过 你的灵魂和肉体都属于我 我说一你不会说二 我亲你一下你要亲我两下的 那个视频我早删了 你也早点删吧 走吧 他不是我们认识的笼子吧 走 走 合逸一事两份 只要我的合逸还在 我就绝对不会放弃的 你今天不想看见我 不可以 我可以走 但是 只要你还需要我 我就在你转身都还看得见的地方等你 等着乐子风回来 等着乐子风回来 合逸一事两份啊 那你手里借给我 给 我 赵一恒现在正式入职 乐子风的教练 等一下 教练只是顺带 做媳妇才最重要 来 何苦呢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 我不来你哭那么帅给谁看啊 谁给你第一支金啊 既然舍不得他们 干嘛刚才演的那么绝情 因为我是杨洋的儿子 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受到牵连 包括你也一样 别离我太近 别到时候怪我没提醒你 我啊 我你就不用担心了 反正我帅到没什么朋友 正好 倒是你啊 你应该担心一下 你积分的事情 如果你想和杨海英正面对决 那你得先拿到U23的门票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所有比赛中 你只能赢 疯子把话说得那么绝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我会当做从来都没有这个队友 你知不知道 冷子风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那眼泪鼻涕都快从面罩里滴出来了 让他说这么无情的话 伤得也是他自己肉做的心 但是我没有心情陪他演内心戏 他说的话也太伤人了吗 一看你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疾苦 你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你是冷子风 你会怎么做 我做事无愧于心 怕什么 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不会改变任何做法 那如果你走在路上 被别人扔出去带什么呢 你会把无双拉到你身边 陪你一起受罪吗 我会想办法把他推开 所以啊 虽然我觉得子风这么做有点儿 但是人之常情嘛 再说了 他现在处境确实是挺艰难的 你们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他处境怎么艰难了 子风现在的目标是成为 一二三比赛选手 我们阮教练帮他精算过 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联赛里 冷子风一场都不能落下 而且场场必须拿到前三 这样他才有机会 攒得足够的积分 接下来的比赛没有年龄限制 甚至可能会遇到 国家集训队代表 要拿全胜很难了 你我都不一定做得到 如果你肯帮忙 我有办法让他全胜 看来疯子的专属教练还上线了 我都不愿意 他都不愿意 不要 你哥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干嘛还这么郁闷 之前我担心我哥打拳 受到那些皮肉之痛 但是现在我更担心啊 他在赛场上 受到的那些指指点点 我爸爸 我哥哥 都是为了我 才受到这些委屈 我爸不是都说了吗 叔叔做这些选择 从来没有后悔过 而且他还不只是为了 他自己和你 他是为了国家 你知道吗 还有啊紫辰 你不能把这些所有的事情 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我只是在想啊 如果我爸当年在赛场上 真的用死亡华尔兹 打败了赵振宇 也许现在的一切 都会变得不一样 说得也是啊 如果叔叔代表曙光队 你就是为了 打败了赵振宇 获得了金牌 我的天哪 你现在就不是冷紫辰 你现在就是 杨紫辰 而且紫风的基建天赋 可以完全地得到 最好的培养 一切都不一样了 而且 而且又可能 那我就遇不到你了 如果遇不到你和你哥 那我的人生 得有多惨白啊 不过 我觉得老天让小枫得到叔叔这么好的运动精英 走上基建的道路 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所以 我们要相信你哥哥 可以得到一二三的比赛资格 为叔叔 为国家 取得荣耀 好了 开心点吧 没想到你迁运这么缠 每一次在第一场就能碰到高手 你这一次的对手 是曾经进入国家集训队的许腾 他也是上海基建队的第一把交椅 又是一场倒吃干着的比赛 也许只有打赢这个许腾 后面的比赛就可以躺着过了 其实这个许腾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付 你不要被他国手的资历下着了 他也就是后退抢弓强一些 预判还可以 但是他的弱点是进攻 进攻有很大的破绽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分析对手了 原来你也有脑子 我 我当然有脑子了 你是不是被我帅得无法直视 所以才看不见我的脑子 我没脑子我能拿全国第一啊 我只是 担心你没我那么坚强的素质 所以才给你提点意见 我没你那么坚强的素质 试运赛的手下败将在这儿胡吹 害不害臊 害不害臊你 你才害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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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手准备进场 有时间在这儿平嘴 不如省点力气准备吧 该进场了 回来 加油 一会儿 我已经把许腾的弱点跟子彭说了 放心吧 明天没问题的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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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 在基建俱乐部联赛 全国青年锦标赛 全国大学生组基建赛等一系列赛事中 表现最为基金的莫过于基建新兴棱子分 他没有遭受适应赛的风波打击 他没有遭受适应赛的风波打击 如同一道闪电 强势席卷比赛剑道 于大大小小的赛事中 都闯入了四强之列 主编 主编 昨天我们对足球篮球都做了系列跟踪报道 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们现在的足球 让 you 这个新闻 我觉到可以上头条 喂 你好 是 章船吗 是我 我是赵振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袁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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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次我没有入选国手的名单 有一个选手的积分跟你相同 所以临选委员会 最后决定由他代表国家出赛 又是赵哲虞 我是女子组的教练代表 无法影响男子组代表的决定 法师 快转 被人开灭 在几个 — 工夫 天啊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定会成功的 稍等 陈女士 我就开门见山跟你说了 我和你的主编呢 是认识多年的朋友 他给我看了几篇 关于你的报道 我觉得你对冷子风 和洋言的事情特别执着 当所有人都想忘记 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时 就只有你不断地在脚内持浑水 我希望你不要浪费时间 在一些没人关注的旧文上 说好你记者的本分 挖掘一些新闻吧 既然赵教练 不想让我报道二十年之前的旧事 那不如今天我们就来一场 热腾腾的专访吧 今天公布的一二三名单 上面没有冷子风 是因为你和洋言 二十年之前的恩怨吗 如果你认为 当年我打败 背叛国家的人 算是私人恩怨的话 那么 我这么说吧 秦桧跟岳飞 就是同事之间的吵架了 冷子风和白国梁两位选手 虽然在积分上排名一样 但是在前两层比赛当中 冷子风一直处于优势 按理说 冷子风应该比白国梁 更具有资格 代表国家队出赛吧 但冷子风 几个月前骨折了 你知道吗 一五二三锦标赛当前 运动员上场是为国争光 我希望你们记者 那些捕风捉影的陆席 可以稍微疏联一点 免得影响年轻选手的士气 对了 赵教练 虽然你有看过我几篇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可是一直都没有 写进报道中呢 你知道试运赛的时候 那个在郑宇笑棋上喷漆的人 是谁吗 我不知道 我也是前两天 看了一个视频才知道的 他是曙光队选手 张海英 可能是动手脚的时候 被这个人发现了 他一直紧追着他 但是最后 还是被他得逞了 大家看 杨颜 盼图杨颜出现了 他就是杨颜 快 快 杨颜 杨颜 你是不是想说了吗 杨颜 走快 简单说说吧 张海英 赵教练 刚刚找到了 刚收了一场车户 是任子冯同学的父亲 杨颜 难道杨颜的死 和张海英有关 陆选国家队 当上了一二三代表 但是你看起来还是 不太开心呢 你不也一样吗 看起来 还以为你落选了呢 一红呢 没有在学校也没有回家 今天一二三的名单一公布 他发现子冯没有入选 立刻就杀到 刘老师的俱乐部 想要找子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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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